基于歼16优秀的飞行性能和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 我国又在其基础之上研发出了其他衍生型号 歼16D电子战机 2021年9月 歼16D也首次亮相珠海国际航展中心 在航展中进行静态展示 与观众近距离接触 新出现的歼16D电子战机 取消了原封挡玻璃前面的红外搜索及跟踪系统 它主要用于红外探测和跟踪目标的作用 但是对于电子战机来说 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功能了 其次就是取消了驾驶舱右侧的30毫米航炮 这样就可以将以前安装航炮和弓弹等系统的位置节省出来 安装额外的电子设备 最后 歼16D在一间的位置安装了电子吊舱 取消了原有的进程导弹外挂架 歼16D作为电子战飞机 凭借着强大的电子设备 可以与其他战机无缝伴随作战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航空电子战体系 大幅度的提高了人民空军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 更是可以和歼20战斗机强强联手 对抗敌人的雷达探测